首先要來問 當然這個戰爭也影響到 大家對金融市場的一些看法跟信心 上禮拜五大跌 我們台股今天也是長黑KPOP跌破季線 那這一波的這樣一個下檔回跌 本來上禮拜大家是很有信心的 現在這一波這樣回跌之後 你覺得是回檔而已 還是有可能再回跌到萬六 你覺得會回跌到萬六 幫我舉X好不好 你就回檔幫我舉權 好 請舉牌 好 只是短暫回答 讓你驚訝給他一些信心 雲翔 沒有那麼嚴重 對 我覺得沒那麼嚴重 可是現在戰爭新聞看起來很害怕 其實我大概有去看過 過去大概幾十年 你發現說幾十年這樣大戰過去 大概在一年過後 漲過這個所謂的一個起漲點 大概有75% 也就是說後面還是漲 後面還是漲 對 滿多是這樣 然後一個月內 這一年會不會崩盤 就一個月內還有50% 所以也不一定會跌 那我覺得說以台股來講 另外一個優勢 我覺得說比較優勢 就是說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台股在這樣的一個位置點 大概在一萬六左右 其實已經打出一個 兩個月的一個WD 那整個頸線位置 大概剛好也在大概一萬七左右 不過好處就是說 當然第一個 當然台積電的法說 大概在預期嘛 如果好的話 那加上說這類AI已經回得夠深了 就是說如果這個兩個 基本上就是說一個台積電法說不錯 那AI基本上等於是有反彈的一個跡象的情況下 那一萬七當然也不是問題 那再加上一個就是說 你會發現現在這一萬七的位置點 跟過去大概在2021年底的那時候 大概一萬七左右的那個位置點 一個是在2600億的融資量 現在才大概2200億的融資量 所以基本上籌碼也比較穩定 所以我認為說還是有機會在年底的 有辦法突破 有機會突破萬七 對 OK好 所以只是個回答 不用怕了 好 梁美你怎麼看 好的 那其實近期台積可能在季線上面 上上下下的 那國際間又充滿了一些變數嘛 又烏二戰爭還沒結束 又來了一個尾巴戰爭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感到恐慌 那其實如果說 從過去我的經驗來看 如果說這個地方真的是頭部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那麼多利空的 那如果是底部的話 其實才會真正有很多利空 那現在我們不能說 現在是頭部或者是底部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震盪期 那在這個禮拜 台股可能表現得比較震盪 在季線附近這邊做震盪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因為國際情勢的一個衝擊 那其實如果說 秉除了這些因素的話 台股其實今天是 台股在這個禮拜 應該是要漲的 那這表現呢 我認為只要它能夠 帶量的去守穩這個季線 我們如果說看到 季線這個位置是在這邊嗎 上週呢 它其實是有站上的 上週它是有站上的 而且呢 周線是收紅K 但是在這個禮拜的一開始呢 就已經等於說 季線得而復失 那季線呢是在市場上 如果有學過 技術分析的投資朋友們呢 都可能會把季線當成是 一個生命線 對那我認為也是蠻有道理的 那在今天這樣的局勢 在今天這樣的局勢 我們會看到 在 戰爭 戰爭還沒結束 然後美股呢 市場指數都在震盪的情況之下 而且震盪的非常的激烈 那後面還有沒有行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的台股呢 其實近期的台股 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可以看一下這個上漲機率 你有統計一下上漲機率 上漲機率 這對 台股為什麼我不會 這麼篤定的看漲的原因 就是說因為它現在 它還是在季線附近震盪 那另外呢 明年有什麼行情 明年有選舉行情 那另外現在是10月份 那我如果說看到10月份呢 我有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從1995年到2022年 這是27年的一個區間 那麼每年的10月份的上漲機率 我這邊有標黃色的這個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黃色的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有選舉年的 有選舉年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發現到 有六成以上 上漲的機率呢 其實是高的 如果說10月份上漲機率 其實是61% 那如果再是 包含到選前 一年的10月份上漲機率是86% 所以我認為呢 近期如果是 向下修正的情況之下呢 應該是要站在買方 那麼另外呢 明年 1月13號就是總統大選 選前的上漲機率 如果是選前60天來看的話呢 上漲機率其實是最高的 而且報酬率也是 也是最優渥的 那我們如果說扣除掉 特殊的一年網路泡沫的話 扣除掉網路泡沫的話 那麼其實報酬率是更高的 所以我認為 台股呢 今年會有選前的行情 OK好 只是有戰勝稍微的干擾 所以讓美覺得接下來就是 行情會看多啦 好 彥均 我個人認為說呢 台股應該會在 萬六到萬七之間做盤整 好 因為我們景氣復甦的時間 一直一直延後 所以很多投資人呢 他沒有耐心 他選擇賣出持股 照理說股市呢 有下跌的壓力 但是呢 因為台股呢 台灣的經濟呢 並沒有衰退 只是復甦的時間延後 所以股價一下跌呢 就會有買盤進場 照理說 目前的台股大概就是在 萬六到萬七之間震盪 那之後台股到底怎麼走 我覺得還是要看外資的臉色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目前台灣的這個利率啊 是低於2%的 那通貨膨脹率呢 是高於2% 那近期有颱風呢 甚至高達3% 所以呢 台灣的實質報酬率是負的 但是反觀美國呢 利率是超過5%的 那通貨膨脹率大概是4%左右 所以美國的實質報酬率是正的 那個有智慧的錢都知道說 把資金呢 放在美國 其實報酬率呢 是相對比較好的 那我們再來比較說 台股跟美股它的報酬率 台股跟美股呢 台股它的殖利率啊 平均來說是4% 但是外資呢如果投資台股的話 它要承受什麼樣的風險啊 第一個 市場風險 這個股價會上下波動 第二個 匯率風險 外資投資台股 如果新台幣持續貶值的話呢 會有兌換的損失 但是如果外資去投資美債啊 這個是學術上面的無風險利率 它有沒有市場風險呢 幾乎是沒有 而且沒有這個匯率的風險 所以很多的外資啊 持續賣出台股去投資美債 因為兩箱比較下 美債現在跌很多啊 美債相對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對 美債雖然跌很多 但是債券只要持有到到期日的話 它的價格呢 都會等於面額 所以我想說 之後如果台股怎麼走的話 大概就是看 美國的利率 然後看新台幣的走勢 然後看外資的動向 我覺得這個才是影響台股的關鍵 好就是萬六跟萬七之間 感覺空間也沒有很大 所以接下來其實選股非常的重要 好我們繼續本來是問一下 這個在我們看到NASDAQ為主 這上科技國為主 美股受很大的影響 我們再按鈴一下 你覺得這個戰爭 尾巴衝突會繼續衝擊到美股 圈還差 會不會 不會啊 所以大家其實對戰爭 還蠻正面看待的 雲翔 我覺得這場戰爭呢 跟之前就是 烏鶴戰爭的這個開始 我覺得兩個規模 當然應該有差異 OK 對這感覺是比較小 那這樣一個就是說 烏鶴戰爭的那個衝擊性呢 大概同志人都已經遇到過嘛 所以衝擊性過來以後 反而你會發現說 烏鶴戰爭過後 連續噴了一陣子 就是說AI開始 起手勢開始噴 等於是一個接近一個V型 所以現在反倒說 我覺得投資人會不會找說 在戰爭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機會可以再切入 比如說如果AI都已經 對跌了四成五成 那基本上有沒有一個好的切入點 我倒覺得說倒是沒有那麼擔心 OK 戰爭都是比較正面 梁美女是嗎 我的想法也是這樣子的 那因為這一次呢 跟過去烏鶴戰爭比較不一樣 過去烏鶴戰爭呢 因為烏克蘭呢 它是屬於一個農業的出口國 那但是以色列呢 以色列它是屬於一個工業 跟高科技的出口國 那大家會想到就是說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高科技的產業的供應鏈呢 那其實我們的台積電創辦人 張忠謀張爺爺 他其實在台積電運動會上面 他也這樣子認為 他經過專訪他也認為說 雖然有以色列的 以色列他雖然是 他發生戰爭 但是呢 對於半導體的 全世界半導體的供應鏈呢 影響並不大 那麼對於Intel呢 的影響呢 也其實也是微乎其微 那張爺爺爺都敢這麼說了 那我當然要挺他一把 所以我也這麼認為 我認為說不會再影響 美股的科技股影響得太距離 OK 彥均 那我個人認為說呢 其實俄烏戰爭呢 跟以巴戰爭 它的規模是不一樣的 俄羅斯很大 那雖然烏克蘭比較小 但是背後呢 有歐美撐腰 所以戰爭的時間呢 一打打了一年多 但是以巴戰爭呢 其實雙方的實力非常的懸殊 以色列的實力非常的強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呢 這個以巴戰爭 它的時間應該不會持續太久 那如果戰爭的時間 沒有很久的話 那我覺得影響股市的程度 就會有限 OK 好 前提就是不能再擴大 不要一大堆人都加入的話 我們繼續來看下去了 希望世界趕快和平下來 另外我們來關心台積電 我們這個張宗謀董事長 也這個語重心長說了 這個很擔心 二三十年後台灣優勢不在 但是現在大家還是很期待說 10月19號的法說會 也認為明年的整個情況 會比今年來的更好 台積電的股價現在是不是谷底 是不是可以買進的時間點 玉香你怎麼看 我想其實在講台積電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說 大概在2022年底 其實法人大概已經估算了 對 估算說在2023呢 台積電會是一個鼓底 大概估在EPS大概29 29塊 那2022年基本上它EPS 接近40塊 所以其實它的YOY 等於是今年的YOY 是大概跌了大概兩成多 比去年 可是你也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按理講 YOY跌了百分之兩成多 EPS跌大概兩成多 可是它反倒在這個2023年 從這個2022年底的370 一路一路飆上來 最高曾經來到將近600 也代表說這樣的一個利空衝擊 事實上大概已經大概 已經沒有想太多了 看的是所謂的2024 那坦白講 2024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2024年來講 基本上大家在估算說 法人在估算台積電 大概又會重回 EPS大概來到40塊錢 為什麼 因為大概切入到3奈米 這個需求搞不好是 2023年的3到4倍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以這樣的位置點來講 就是說 落點落在去年最差的370 大概這個位置很難看到 那今年來講 平均大概落在 大概500塊以上 那高點大概600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 一個位置點來講 我倒覺得說 500到550之間 倒是它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切入時機 那未來在2024年 如果它真的EPS 可以來到所謂的 一個40塊左右 那當然就有機會 大家可能會預期嘛 有沒有機會 又重回到這個688的高點 明年就有機會 對 OK 所以現在相對 有回到相對這個500 我就OK了 目前相對是OK的 OK好 梁梅 現在你會買嗎 如果是再壓回的話 我認為現在是買點不是賣點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認為呢 其實現在大家聚焦在 台積電的法說嘛 那法說在即當然就是會觀望 但是其實台積電呢 它其實主要它的 我認為它近期的影響數 影響的原因比較大層面 就是外資 那外資呢 那外資呢 外資它會買台積電 或者是賣台積電 都會影響到台積電它的上漲 或者是下跌 那最近呢 美元 開始 美元持續的強勢 當然會使台積電的表現 比較沒有那麼的強勁 但是如果說台積電 它的表現雖然沒有那麼強勁 但是你也可以發現到 它的整個線型而言呢 它甚至在這個月呢 它有還往上漲了 漲到這個季線之上 今天是雖然還有在壓回 但是它並沒有說跌 跌得說很深啊 那如果呢 影響它最大層面 影響台積電最大層面 就是如果說是外資 外資 它如果說 美元開始 進而走扁的話 那麼先台幣它的走勢呢 如果回升的話呢 那我認為 它過去買賣出了台積電 外資過去把台積電賣出的部分 它必須要從台積電上面 繼續再回補過來 那如果回補過來呢 自然就會有買盤 那買盤出籠的情況之下呢 自然會推升它的股價 那所以呢我認為 現在呢 大家現在聚焦台積電的法說啦 那法說呢 這是下面這個是法人的 目前的預估值 那如果台積電它的法人的 它出籠的這些營收報告呢 它是優於法人的預估值的話 或者是列於法人的預估值的話 我認為都不用去 因為這個原因而去 賣出台積電 這邊反而是你要留意去買的 不管報告是什麼 都是買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我們投資台積電的朋友 應該不是做短沖或隔日沖吧 對不對 如果說做中長線的話 它畢竟 我們在張宗摩爺爺說的話好不好 他說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在未來的20至30年後 可能就是不會有那麼大的 談過來說2030年還是安全的 對啊 可是那也是2030年後 那意思就是說 近10年我至少是安全的吧 OK 燕君 你聽到這個張東坡會擔心嗎 不會啊 就是至少短期是無虞的 那其實我本身也是 大家都不看長期的 其實我也是贊成那個 這個劉分析師的觀點 台積電呢 我覺得影響它股價的關鍵因素 不是EPS 不是獲利 而是外資的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財務分析 在2021年那個時候呢 因為美國利率接近零 那外資呢持續買超台股 好我們在2021年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的EPS啊 23塊 但是當年的平均股價呢 是598塊 好那一年度的本益比呢 是26倍 2022年去年的時候 台積電的EPS創新高 39塊多 但是平均股價多少 516塊 本益比剩下13倍 好今年2023年 那算整年度的EPS還沒有出來 但是目前這個外資法人 大概就是估計EPS大概29 30元左右 那今年的平均股價呢 537塊 本益比是18倍 所以我們看到說 在2021年EPS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本益比呢高達26倍 2022年的時候 台積電EPS創新高 但是股價呢卻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EPS跟股價 不是有完全絕對的關係 而是外資的動向 才是影響台積電股價的關鍵 所以未來台積電的股價怎麼走呢 我覺得要看美國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啊 看那個台灣跟美國兩國的利差 以及新台幣的匯率 我覺得這個才是影響 台積電股價最關鍵的因素 好重點是看外資要不要回頭啦